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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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探头安装 手柄探头安装 把电源线连接好之后 打开电源 打开电源开关 打开之后 此处手柄会裂 屏幕会 有电源连接 安装时第一步 先把此处 后退到最后面 门可按此段进行后退 此处是有前进后退的 它是控制推动感的 在这里 此处前进后退 这里不可以用手去掰动它 如果说用手去掰动它的话 它会把它给掰断 如果说在退的过程中 它出现卡住的问题 请看一下里面是否有倒刺 如果说有倒刺的话 可以把它用棉签挑出来 如果有垃圾 如果有垃圾倒刺的话 可以把它挑出来 用棉签 把它推到最后 推到最后之后 我们进行安装针头 针头安装时 手要握紧 白色与灰色的连接处 因为这里的话是有条横的 如果说握这边就会扯到这边 所以的话要两端一起握 两端一起握 握紧之后 我们拿到针头 拿好针头 针头的话是一次性用品 拆卸时安装时 我们手不要碰到它的晶片 然后安装时对准此处 卡入进去 拧紧即可对准 对准拧紧即可 不可以拧死 拧紧固定即可 拧紧固定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盖子给掀开 掀开之后 再把传导盖给装入 传导盖的话是 不可以超过十次 每次用的时候 要把它进行消毒 十次之后 它的能量就会有耗损 就相当于它没有那个效果了 安装时 直接把它插入两端 此处会有开的卡口 直接插入两端 对准卡好进去 卡好进去之后 把它卡到这里面 卡到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安装产品瓶 产品瓶的安装 可以看到这里的话 是5毫升的 我们装产品的时候 最多只可以装到5毫升 装产品的时候 它会配有一个吸管的 这个为吸管 吸管的话 直接放在这里面 产品瓶的话 建议是一次性使用的 就直接对着产品抽 抽上来 最多的话 只可以抽到5毫升 这里会有个刻度 它可以少于5毫升 但不可以多于5毫升 如果我们抽出来的话 它会影响这个电机的运行 所以的话只能到5毫升 然后抽好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管子给卸掉 卸掉之后 我们就把它卡入进去 卡进去的时候 要先把产品瓶 跟这个线给连接起来 要不然产品会飞溅起来 先把连接好 连接之后 我们再把就是手移动到这个位置 把它卡进去 可以看到这里的话 是有个卡条的 这里面也会有它的置放处 我们要把它放进去 不是把它放到外面 我们要把它放到卡到里面 按着它的置放处卡进去 卡进去之后 如果说有点歪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移动好 移动好就行了 然后的话我们平时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就是卡进去的 如果说你卡到外面的话 它在后面的话 这个电机会影响 所以一定要把它卡到里面 卡进去即可 然后的话 看里面的话 它是如果我们抽产品的话 它是有空气的 我们就要把它给推到前面去 像这里的话 还有一段距离 也是把它推进去的 如果说在有空气的情况下 在产品平有空气的情况下 把它倒着来推 这样子的话 会直接把它推进去 把它弹一下 再这样子推出去 推到此端的话 有一点产品出来 就可以操作了 操作时直接按此处进行操作即可 再按一下的话是暂停 一直按着的话是输出 要操作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参数调节 参数调节的话 可以在这里来看 S键的话是切换每一个参数不一样的 现在的话是它的速度 就是它的快慢 这个出增快慢 如果说我们5的话是这个频率 如果说我们把它加到20 它是相当快的 可以听声音都可以听得出来 所以我们一般的话 都是默认5的参数来操作 这样子的操作效果 还有就是舒适度都是最好的 速度的话是5 第二个的话我们再切换一下的话 就是剂量 剂量的话是低开头的 里面会有它的就是英文翻译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产品 如果说是像水状的产品 冬钢粉系列的 就可以从1或者2起调 这个的话是关乎产品输出的快慢 如果说我们可以最高的话 可以把它调到20 20的话就相当于比较快 它也可以用原液型的产品 或者就是比较粘稠的都可以用 然后比较粘稠的产品 我们是从5起调的 在这里加减就行了 根据产品粘稠度进行加减 再切换一下的话 我们就会切换到它的射品能量 就是IF IF的话如果说是用生长因子冬钢粉系列的话 它是有温热感 所以的话冬钢粉系列的话 只能在3的参数左右就行了 不可以高于5的参数 如果说是太高的温的话 对我们的产品是不太好 所以的话就是冬钢粉系列的话 就是把它最高加到5 一般就是在3的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是用原液型的产品的话 我们是从5起调的 或者如果说它不可以接受 也可以往下降 但是的话 它如果原液型的话 都是根据它的接受能力 然后的话就是以它的接受最高为主 一般这个射品的话 是有温温的感觉在皮肤里面 这个根据客人承受能力进行调节 冻钢粉3即可 在这里重复切换 就是这三个数据 数据的 进行切换就行了 在这里 如果说此处突然之间出现模糊的状态 我们先把它关机之后再重启 因为它需要一个接收过程的 所以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也是比较极少的 这里接收完毕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话还有个出针的调节 出针调节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个刻度 然后我们在这里调节它的 出浅 但是在这里看 参数 可以往小或者往高调节 最高的话是4毫米 最低的话是0 这个的话是根据承受能力 一般的话是2到3 可以看这个位置 2到3就行了 如果它可以接收最深也没有关系 调节好之后就可以操作了 操作时 手放入